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如冻》 女主黑妹在party上可谓是谦卑不醉 期间还有一个男同事来跟她唠嗑 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蹦迪 最后的结果就是黑妹喝断片了 第二天黑妹从床上醒来 这才发现不得了 她的肚子上竟然长出了几个大字 早安小懒虫 这让黑妹觉得这肯定不是一般的恶作剧 她开始在房间里疯狂的乱找 希望能找到一些什么线索 果然她翻出来了一张字条 字条上赫然写道你昨晚喝醉了 我在你的身体里留了一些小礼物 希望你可以找到并且喜欢 黑妹也不是什么纯洁小女生 一想到留在身体里的礼物 立马就想到了不可描述的画面 为了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 她去了医院做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她并没有被人侵犯 虽然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让黑妹更加疑惑的是 那个留在她身体里的小礼物究竟是什么 回到家事后 这件事一直困扰着黑妹 她在想这个人究竟放了什么东西在她的身体里 而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人又是什么身份 就这样黑妹开始寝食难安 第二天黑妹精神不济 本来想找领导请假 可还没开口 领导噼里啪啦上来就是一顿安排 不得已黑妹只好继续上班 在公司里黑妹依旧是五金大财 纸条上的内容已经完全控制了她的思绪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 黑妹还是觉得不放心 于是再次去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百分百确定的告诉她 那天她并没有任何被侵犯过的痕迹 身上其他地方也都没有问题 经过医生的安慰 黑妹的心里稍微放心了一些 可是刚一回家 她竟然在自家地毯上看到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自己张着大嘴的样子 照片上还写着一句话 收到我的礼物了吗 黑妹害怕的想扔掉照片 可以打开垃圾桶 里面竟然是一桶虫子 从这天开始 黑妹一直觉得有人为了自己很多虫子 并且做梦都会梦到虫子 从自己的身体里爬出来 黑妹怀疑那天灌她酒的男同事 二话没说就做了男同事一顿 为此她被领导谈话了 黑妹特别委屈哭得离花待遇 领导一看就去帮黑妹拿纸巾 而此时黑妹竟然发现 领导办公桌上有许多照片 其中有一张和自己家里的一模一样 原来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是老板 领导曾经为情所伤 所以开始疯狂报复各种女性 公司里很多女同事都遭到了领导的毒手 画面一转领导正在面试新员工 突然领导的眼睛奇痒无比 里面好像还有一个黑点 她跑到厕所对镜子抠了抠 竟然抓出来一条大虫子 那时被恶心的直接吐了出来 而外面被领导骚扰过的三个女同事 正在一脸幸灾乐祸的看着领导 原来他们为了报复领导 偷偷在领导的水杯加了掏虫乱 看完影片 阿星也奉劝大家在聚会上 喝酒一定要有毒